Yo大家好,我是小豬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Triad三和弦 之前在這個影片裡面呢 有簡單的跟大家分享過 那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怎麼樣去紮實練習Triad 還有 Triad練起來之後要怎麼去活用它 OK 那什麼是Triad三和弦呢 一般講到和弦 我們都會想到像開放和弦 比如說 就是封閉和弦 之類的 那Triad三和弦呢 它是一個最小單位的和弦 它是由三個音組成的和弦 有大三、小三、真三、減三和弦 那今天先來跟大家分享 最常見的也是最常使用的 大三和弦跟小三和弦 OK 那我們先看到大三和弦 大三和弦呢 它的主成音是根音大三度五度 那我們把它寫作 一、三、五 那小三和弦呢 它的主成音是根音小三度五度 我們把它寫作 一、降三、五 好 那為什麼大三和弦叫大三和弦呢 因為它從根音到三度的這個音程 它是大三度 它是大三度 所以它叫大三和弦 那同理可證 小三和弦為什麼叫小三和弦呢 因為它從根音到三度的這個音程是小三度 所以它叫小三和弦 OK嗎 這理論的部分應該沒有問題吧 好 那再來說到今天練習的一個重點 這個叫轉位 轉位是什麼呢 轉位和弦就是 原本和弦的一個排列組合 我們把它變換了 比如說 我們把它變成 這個就是轉位 好 那轉位它有分成 close 跟open 那我們今天先focus在 close這邊練習 所以在大三和弦裡面 它只有三個排列組合 一、三、五 三、五、一 三、五、一、三 這三個排列組合 OK嗎 好 那接下來跟大家分享要怎麼練習囉 OK 今天的練習非常簡單 只要你在一、二、三弦上 把大三和弦的三個轉位 用五度圈這樣彈一圈 這個練習就搞定了 那大家對紙板上的音應該都蠻熟悉的吧 如果還不是很熟悉的話 可以參考看看這個影片 好 那我們先從c和弦開始 首先我們看到 一、三 那它對應到的絕對音就是 c、e、g 那我們在紙板上找到c、e、g OK嗎 好 下一個轉位 就到 三、五、一 那它對應到的絕對音就是 e、g、c OK嗎 那在下一個轉位 是5、e、3 那它對應到的絕對音就是 g、c、e b、c、e OK嗎 好 那比如說 g和弦好了 我們現在到g喔 好 我們先找到 1、3、5 1、3、5它對應到是什麼 是g、b、d 好 那我們在這邊找到g、b、d g、b、d 好 那下一個咧 下一個是 3、5、1 3、5、1就是 b、d、g 好 好 但是這個練習呢 我們要從d彈到高 再從高再彈回d 所以像g的話它就會變成 OK嗎 就像這樣子一個一個把它找出來 就只有大三和弦的這個三個轉位 好 那今天這個練習呢 速度我設定在70 我們彈一拍 一個和弦 那如果大家覺得太慢或太快的話 可以自己再去調整一下速度 OK嗎 好 開練囉 我們會不會再去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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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这种来练习大家应该OK吧 那我找了一首Bob Marley的歌叫做 No Woman No Cry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Try it它如何在伴奏里面使用 大家也可以再加上一些 自己喜欢的过门音 或是喜欢的solo进去 它听起来会更丰富 好 那我先从最常见的伴奏 来开始跟大家分享啰 好 那除了这种伴奏之外 有没有其他的方式 有 就是Try it 只要你对Try it够熟悉 你就可以把它放在各个对音的和弦里面 就像这样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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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吗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这个Try it呢 其实你会有很多种很多种的使用方式 我刚刚那只是一个范例 就是我习惯的使用方式 那大家也可以去发展出自己喜欢的方式 Try it还有其他的基础练习对我来说 都很像在收集乐高 当我这个乐高收集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我就可以把它组装成 我喜欢的灯塔 我喜欢的船之类的 但前提是我要有这些乐高 也就是基础练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不管你玩的是什么乐风 你玩的是Jazz 你玩的是Rock 你玩的是Metal 基础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好 那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 或是有什么想跟我们分享的 都欢迎在底下留言 那我们下期见喔 拜拜